校長帶著貴賓一現身 全場學生鼓掌歡迎 因為他們口中的劉爺爺劉天和 百忙之中特別來到圖城國小 為他們頒發合一品德獎 這個獎項是為了鼓勵學童 從小開始培養善行美德 而特別設立的 對於能獲得這份鼓勵 學生也倍感榮譽 你知道這個獎項的意義在哪裡嗎 讓我們表現更好 要我們表現更好 就是知道我們的榮譽 只要給我們一個獎勵 因為有好脾氣 然後上課平常的時候也很認真 然後可以得到同學的認同肯定 學校的何一品德獎 是在劉天和先生的捐款贊助下所設立 這天他不只親自頒獎來勉勵學童 也有感於近來食安風波不斷 來告誡學子們 盡量使用天然食物 少吃化學加工食品 並且養成良好的作息和習慣 因為有良好的品格之外 更重要的是要有健康的身體 要有一個品德的好榜樣 也應該要有一個好的身體 要好的身體就要有規律的生活 還要增加運動 這樣才能夠盡量追求完美的境界 良好的品格教育必須從小開始做起 學校希望透過這樣的表揚獎勵活動 梳立孩子們的正確觀念 並成為他人學習效法的對象 記者賴秋風台中採訪報導 謝謝大家 謝謝